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微博之夜最耀眼的明星,肖战和杨子,迪丽热巴和李宪。 2020年微博之夜对于肖战和杨子来说意义非凡, 两人不仅是合作者,更是两届微博King和Queen的蝉联者。 杨子和肖战衣着非常的般配,其实作为微博King和Queen来说, 杨子如果穿上一件金色的礼服更符合人设, 不过这套紫色的公主裙非常的漂亮,充满神秘浪漫质感。 肖战和杨子站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养眼, 特别杨子这次为了出席活动,可能再次瘦身, 穿上华丽的礼服,看起来很苗条,也是养眼, 看来杨子还是很在乎自己的身材,这次真的是太美了。 不知道是不是2021年的高定,总之这次的杨子非常的时尚, 不管发型还是首饰都相得益彰,刚刚好。 肖战终于能够有机会为杨子提裙子,显得很绅士, 两人主演的新剧可能会在2021年开播, 所以参加这个活动无疑为他们主演的新剧, 做出了很好的宣传。 杨子画了一个月亮,代表治愈, 而肖战画了一个太阳,代表向阳而生, 都是非常美好的祝福, 还以为一个是月亮一个是太阳, 互相环绕,想不到有着不同的意义, 杨子还拿笔给肖战,也是很友好, 而肖战在画之前貌似还和杨子在商量, 两人无疑是当晚最耀眼的明星, 可能有人不服杨子为什么能够两度成为微博, 其实这个也不奇怪, 因为杨子风评很好, 而且作品也很不错, 所以综合测评一定给人充足的良好印象。 肖战人气很高, 也是有《狼殿下》和《斗罗大陆》的两部作品播出, 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李宪和迪利热巴的合体领奖也是非常的养眼, 典型的俊男美女, 可惜黄景瑜没有参加活动, 如果李宪换成黄景瑜, 可能会掀起一波热度, 因为两人多次被爆恋情, 但双方一直没有承认, 沉默代表的是默认。 网友调侃李宪和迪利热巴领奖的架势像赶着去打架, 风风火火,完全不像肖战和杨子坦然从容。 李宪和杨子在我的时代, 你的时代客串穿婚纱亮相, 本来可以看到童颜夫妇的售后服务, 想不到李宪和迪利热巴搭档登台, 虽然很养眼, 但两人没有合作过。 不知道李宪看到杨子和肖战一起领奖会是什么想法, 当然他们都只是好友, 并不是男女朋友, 不过瘦身成功的杨子真的很美。 迪利热巴都是复古造型, 一套仿造明媛妆, 一套适合本妆, 都显得很高贵大气, 作为90后小花的颜值天花板, 迪利热巴光彩夺目, 也是风情万种。 杨子也是准备了两套礼服, 风格都是一样, 显得可爱亲切自然, 瘦身的杨子看起来很娇媚动人, 圆润的脸蛋看起来像芭比娃娃, 看来杨子这次是有备而来, 不仅发型、妆容乃至服装, 都超级符合人设, 给人经验之感, 完全是一次时尚的蜕变, 看来杨子的时尚感也在不断地进步和提高, 最后的合影也是令人感动, 虽然是微博King和Qing, 肖战和杨子都是乖乖地站在旁边, 并没有站在C位, 其实这C位迟早也是他们的, 只要他们认真努力地走好每一步, 其实C位居然被张宇启和周冬宇霸战, 而不是李冰冰和黄晓明。 其实C位大家都怕战, 因为会被各种野心解读, 其实周冬宇作为三金影后的实力90后小花, 也是名副其实, 当然杨子也不差, 妮妮, 唐嫣和杨密的站位也是令人浮想连篇, 所幸没有叫杨颖上台, 黄晓明的身边可能不是张宇启, 而是杨颖。 明星扎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大腕, 其实真正的C位应该是曹总和李冰冰以及刘嘉玲, 可惜大家都站在右边太多人, 所以才顾此失彼。 杨子美初心高度, 一身黑色职业装打扮, 这高级气质党都挡不住。 杨子美初心高度, 一身黑色修身西装, 大气优雅很端庄。 每个人都有自己穿搭的风格, 在喜好上也有很大的差距。 有人喜欢个性化十足的造型, 也有不少人更加钟爱简约风。 不管是任何风格的穿搭, 关键点都是要符合自己的特质, 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才会让你更加出彩。 杨子美初心高度, 一身黑色职业装打扮, 这高级气质党都挡不住, 现在大家越来越认可 简单及高级的理念, 所以简约风的造型更加讨喜。 简约不等于简单, 如何达到时尚又简约的效果, 也是在选款时要注意的。 童星出身的杨子, 演技在一众小花中非常出色。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气质也有了很大的不用, 尤其在穿搭上更是进步很大, 基本上已经摆脱的小土妞的称号。 前段时间多次的礼服造型惊艳众人, 身材气质都有了飞跃的提高。 一身黑西装的造型超成功, 很有干练女强人的气质。 别说这么一身时尚的造型, 被她一穿相当出彩。 纯色的造型很容易打造出职业感, 而且在搭配上也没有太多难度。 尤其是黑色的西服套装, 更是能应对各种不同的场合。 修身且有立体感的版型, 有利于凸显出优越的体态。 穿着这样的西装的时候, 会不自觉地挺身材抬头, 好气质会更有吸引力, 这点对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重要。 垫肩的设计相当成功, 薄厚适中让肩型更好看。 尤其是肩膀比较窄的朋友, 利用垫肩就能打造出直脚尖的效果。 修身的版型加上黑色, 收缩的效果更明显, 微胖身材的女性也能轻松驾驭。 当然如果是腰腹部坠肉偏多的女性, 修身的西装要谨慎选择。 一身黑的造型确实很稳重, 但缺点在于过于沉闷了, 多少会有些显老气, 所以需要一些亮点的点缀。 杨子这身西装的亮点, 完全来自于扣子的搭配。 金色的大扣子华丽大气, 为黑色的造型增色不少, 同时也让西装看起来更加高级。 扣子承到梯形的状态, 会从视觉上让腰部看起来更加纤细。 同时也抬高了腰线的位置, 直接穿出大长腿的既视感。 简单的椅子戴小跟鞋, 露出脚部的皮肤更显轻盈。 同时避免整体厚重的感觉, 显高不说也更显清爽。 杨子是典型的圆身子, 所以稍微长一点点肉, 就会看起来很显胖。 所以黑色作为最显瘦的颜色, 也是微胖女性们的挚爱。 这件稍显宽松的连衣裙, 能很好地修饰身材的缺点。 收腰的设计能突出腰部的纤细, A字形的裙子就能修饰臀胯线条。 不规则的裙摆加上薄纱的设计, 为黑色的裙子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 时尚又不过分不说, 还增加了一些神秘感。 和黑色比起来, 白色的明亮度足够有吸引力, 很容易让你在人群中很抢眼。 简灵的效果也优于黑色, 同时也具有百搭不挑人的优势。 像要拥有更亮眼又别致的效果, 白色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如何解决白色显胖的问题呢? 陆夫是简单有效的小技巧。 尤其是采用一字尖的设计, 能弱化肩膀的厚重感, 同时凸显出肩膀的线条, 也会让造型看起来更精致。 穿路尖装很忌讳含身材驼背, 那种圆滚滚的感觉会让你很老气。 想要营造出简约大气的造型, 纯色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大色块统一的颜色很有整体感, 在搭配上也更加简单容易, 就算搭配小白都能轻松完成。 想要凸显出个人的特点, 款式和元素的融入是关键。 杨子的这几套造型就非常成功, 几乎没难度任何人都能驾驭。 记住上面这些造型中的小技巧, 简约又时尚的效果谁都能穿出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